您好,欢迎收看5月1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立委夫婚奇被控炒作凯聚玉城长翼和华龙公司股票 检察官在1998年开始申办,历经了20多年 高等法院跟三省去年2月份是依证券交易法判刑2年10个月 最高法院在今天驳回上述订阅了 同时通知检方启动防淘机制 立委夫婚奇被控操作凯聚、华龙等上市公司股票案缠送了20年后 今日高等法院跟三省去年判复两年10个月徒刑 最高法院今驳回上述订阅 今天不管是前世今生的 我想我都会面对 我们也希望政治的事情 政治的事情不要再纠缠下去 夫婚奇不会被打倒 我们对乡亲的服务也绝对不会打烊 再一次对所有在人生过程当中 来支持我陪育我的乡亲 以及所有来自全国的好朋友 还有我的家人 来表达歉意跟感谢 夫婚奇会勇敢的面对 我绝对终身来为我的乡土 来为我花莲的人民终身的来做志工 我不怕任何的艰难 也不怕吃任何的苦 该来的会来 不婚奇就是面对 而花莲政坛也都认为 为此夺公权的立委不婚奇 待职入狱两年10个月的刑期 势必造成花莲没有立委 争取推动建设的空窗期 为了花莲的地方建设 还是建议他能够自行辞去立委职 但是据我们所知 在判决的内容并没有耻夺公权 所以他必须他还有立委的职务 但是也必须要进去来做服刑 那我想在花莲这个地区 副立委是由我们花莲县 选出来的地方的区域立委 代表花莲的民意 那当然在这里代表我们花莲县民进党 县党部强烈的要求 我们傅昆奇这个立委 能够自行来辞职 那以表示对花莲县民的一个交代 就是他没有解除公职 解除那个职务啦 等于是说代案入狱 那你针对这个看法 你会希望他辞职吗还是什么 当然如果站在 站在我们这边党部的立场 当然是希望他可以自己辞职 因为毕竟如果说 多一个人在花莲县民进党 服务那是最好啊 因为他在他在录录录的时候 他也没办法服务嘛 有领薪水可以领 对不对 这个我都不了解 他有领薪水吗 如果录录的话 还可以继续领薪水吗 录录可以继续领薪水 对对对对啊 这个这个就很奇怪啊 所以如果之后 如果有如果有确定说 他自己辞职的话 那针对针对于 就是说要补选 你们才会在在照流程 再来那个嘛 是是是就照抵制走啊 最高法院认为 跟三省已足以充分 说明了证据采用 事实认定与量刑依据 并说明不采性辨词的理由 且上诉理由都未具体指出 原判决有何违反法令之处 就主观的指责判决不当 不符上诉第三省的法定理由 与法律程式因此不会上诉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